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他的健保公司跟我们的医疗网友签约 那么他可以看一下他的家庭医师是不是在我们的网络里面 如果是的话呢 其实他就可以跟医生或者跟健保公司去要求 直接自动的就可以转成我们的会员了 也就是说如果是家庭医师是你们家联的网络里面的成员的话呢 就自动就是了 对 是这样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观众像我自己也是 你喜欢哪个医生你就会去跟着这个医生 当然这些我们很多医生我们华人医生也都是你们家联的 对 有的时候医生他会他不会去建议你 他不会想要说误导你或者是去专门的跟你讲说哪一个医疗网 他只是跟你讲说你自己可以去选择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一下家庭医疗网我们的服务以及我们的网络 或者还有我们的转整的这些速度全部都是可以选择的条件 好 那Karen有没有一个家庭医生他比如说他可以在同时在好几个医疗网里面呢 其实大部分很多在我们圣盖博谷的这些华人医生呢 大部分他们都有参加很多个两个以上的医疗网 OK 对 所以他们同就是说同时可以有很多个医疗网 所以说我们的我们选择了家庭医生 因为家庭医生他可以他跟其他的他跟好几个医疗网合作 那我们自己决定说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医疗网 那你说家庭现在还有一些什么跟其他不一样的 或者你认为说你们自己做的特别棒的地方 好多好多特别棒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转诊速度好了 因为我们呢就是知道就是说这个转诊速度呢 是很多人非常关切的 对 那我们呢就是特意呢 就是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怎么讲 就是电脑工程师的一个团队 帮我们写了一个程序 那么就是说这样子呢就是让医生们直接可以上网去 放心他们给病人的这些转诊单 很快那用电脑的话 基本上两秒就可以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然后我们就用最快的速度帮帮我们的会员做转诊 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免去了很多传统的程序 传统程序因为你手写有的时候自己不清 或者是在邮寄过程中发生什么问状况的话呢 就耽误了转诊的时间 是这样的 对 那而且我们家联医疗网呢 刚刚可能没有讲到就是说我们除了医院啊 医生啊这些啊所有的合约的这些单位的话 我们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五间的夜间门诊中心 那这个是做什么用呢 就是说您的家庭医生他肯定是有下班的时候 那你生病是不是跟他的这个时间去合作的 那也许晚上的时候肚子痛或者是头痛 没有那么严重想要去急诊室 那么的就可以去这些夜间的急诊中心 我们就是在圣盖博谷呢一共有五间 我想是就是华人的医疗网里面算是最多的 在哪里 在Montre Park也有 在Alhambra也有 在City of Industry也有 然后还有是在Waydear Alhambra都有 你就说在你们服务的城市那个医院 范围内都有一间城市 对 其实这个是对于像上班族的人非常方便 因为很多人他们下班后 医生也下班了 想看医生就没办法看 对啊 所以夜间服务中心 然后呢 他们是什么保险的话呢 都夜间服务中心也一样可以照顾到 对 HMO的是你们网内的会员 对 就是跟我们 是我们的会员的话 就是去这些合约的夜间急诊中心 就可以去看病了 另外呢 Karen要提醒大家 就是有一个这个转换期 是 这个红兰卡呢 是有这个一年一度的开放转换期 那每年呢 往年来讲 是有五个月的时间 今年开始这个联邦的CMS 他们重新做了一个规定 从五个月 现在变成只有一个月半的时间 所以呢 红兰卡的人要特别注意 就是我们的65岁以上的人 那这开放期时间已经转变成 11月15号到12月31号 那大家在转换期 主要要做的是什么 他们主要要做的是选择一个适合他们的保险公司 对 这个是非常 健保计划 健保计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 他这个关注到 他就是这个隔年的一年的这个福利 对 因为这个是不能换的 大家如果后悔的话 没有选择好的话 要等到下一年了 对啊 好 那么下面一个单元呢 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 像红兰卡的这个持有者 如果是加入你们家联的话 一些福利啊照顾啊等等 让大家了解 好不好 好 我们待会儿见